保證是首批發貨 自掏腰包舉辦一個活動 投三個人免當 哈囉大家好 我是陳小妹 今天開YMG的熊王獅王 這次YMG的配置呢 是一隻熊王 然後獅王還有兩個戴頭盔的小人 以及只要你有預購 就會送了兩個地圖標示牌 那這兩隻啊 是風之谷馬來西亞區的最終大BOSS 同一個人啊 每天只有兩次的機會 可以進入這個副本 而他們最重要的掉落物 就是這個 這個頭盔有多猛呢 我們就不得不提到 當年數一數二的 顏盔 它的數值啊 是全屬性加15 順帶提一下 混沌研磨頭盔是全屬性加21 要拿到顏盔啊 就必須經歷一系列的麻煩前置任務 更別說冰原學域的地圖 可不是說 就隨隨便便隨便一個人都能闖得過了 然而 雄虧失虧基本數值就 純屬性加18 那他們兩個差別呢 就是雄虧是加10跳躍 失虧呢是加11數 雖然說呢 他們的BOSS也沒有很好打 他的前置任務啊 就相對簡單 地圖呢 也不是說很危險啦 應該算輕鬆就可以過去了啦 雖然數值呢 沒有強過混言虧 但是呢卻優於顏盔虧 所以比起超級難得到的顏盔 雄虧失虧絕對是當時玩家CP值的首選 順帶一提 那個時候 因為他的前置任務比較簡單 所以導致他的價格也比較便宜 我當時帶雪茄啊伺服器 一頂不挑款 公道價大概是 那言歸當時應該是要破1億啦 混言虧我更是不用想的 我買不起 我相信當時應該不少人有買吧 有買的可以在下面跟我留言分享一下 因為相對便宜的價格 加上不俗的數值 當時呢我也買了一款 當作我的畢業款 不過呢 買的流程也是一門學問 大概如下 你在打付本錢呢 你要先付定金 一進去你就要躲在安全的地方 讓別人去把他打到殘血 這時候你就要付尾款 然後等BOSS死掉 你就要趕快去撿頭盔 那會這麼麻煩是因為 這個頭盔是沒有辦法交易的 撿起來呢就是你的 不得不說 這個交易模式 倒是挺有模有樣的 再跟大家講一個 蠻有趣的現象 因為這個副本啊 有人的時候是不能進去的 所以外面就會有一堆人瘋狂點 然後趕快把它點進去 這次YMG的小人呢 就有做出戴著頭盔的樣子 你看當時的七千萬就被我拿在手上 而這個小人頭啊 是可以拆掉的 你就可以模擬怪物掉落物的樣子 不過呢 我這個是樣品 所以不能拆 那這兩個壓克力牌子 就是進入地圖前的背景元素 熊王獅王的部分啊 一開始我覺得它比例好像有點小 不過聽工作室說它是還原真實的比例 總的來說 熊王獅王絕對是我 風之谷生涯中的指標怪物之一 更別說我還把屍虧當作我當時的畢業裝 配上我所有的風之谷收藏 可以說是相當舒服 那這組的預購價呢 是兩千九 就是內容就包括熊王獅王 然後兩個小人 然後還有預購送的力牌 這個價格啊 加上這些東西 我覺得CP值還算可以 做工方面目前看樣品 最大的問題應該就是 獅王它上面這個的接縫處比較大一點 然後還有獅王的這個小人啊 它是它是沒有辦法站立的 以及他們這邊臉肉肉的 就但有點不太自然的感覺 那因為這是樣品而已 所以實際的時候應該會有所改善 熊王倒是沒有什麼問題 那這是他們目前工廠的進步 我這邊呢 也有跟工作室合作 從我這邊跟他訂呢 就保證是首批發貨 然後這邊呢 我在自己自掏腰包 舉辦一個活動 在我這邊訂的人呢 我就會抽三個人免當 有興趣的人的話 就可以加入我的群組了解一下 或是直接私訊我IG 另外我也有找到 願意做燃燒戒指 跟輪回石碑的廠商 以下呢 是廠商目前的進度 如果沒有意外 應該會是陳小妹獨家代理 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唷 最後我是陳小妹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下次見 掰